大家好,这里是天阳玄机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,如果有疑问看视频左上方咨询,我们来看这个首相案例。 左右手形态和纹路相差无几,这种左右手保持一致的人,先天和后天运势起伏少。 首相来看,是典型的土长,土长人稳重传统,喜好大自然和户外,是个典型的实干家。 只节间也见米康树文,凭借土人的勤劳,小康生活不愁,只是左右手食指都见缝隙,代表早不于闲。 长秋来看,非常饱满高龙,人生高度可期,特别是金星秋饱满高龙,体质佳,精力充沛,活力十足,为人也是慷慨大方不计较。 但是左右手月秋附近都见纵欲线,注意节制有度,否则亦损耗福报。 食指下方训工才未饱满,左右手都是如此,此处是正才位,代表自己的老本行和本职方面的财运。 土长人是个实干家,善于经营自己老本行。 从这条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这点。 但是训工见杂文干扰,事业线也是横文干扰多,说明正才望但有些不稳定。 小指水星秋的饱满,也给自己一个乐观豁达的心态,沟通能力强,口才不错。 虎口火星秋饱满,也说明是个敢于面对挑战,勇于探索的人,容易在团队中脱颖而出。 只是左右手闻纹路偏深刻,有些是毕恭亲偏劳碌,注意劳逸结合。 左右手对比来看,右手脑线和生命线粘贴更少,说明后天处事更加放得开手脚, 右手甚至有穿长的格局,穿长人独立能力强,格局开阔,敢闯敢干,利于事业。 虽然是穿长,但生命线和脑线似乎也有些粘贴。 极有穿长人的独立,也对父母和原生家庭心怀感恩,独立后反补父母。 左手先天来看,生命线初期锁链,早年运势一般,体质偏弱,甚至难生养,食指见缝隙也说明,早年父母在自己身上钱财消耗不少。 但是成年后倒温减少,体质增强,但是三十岁之前生命线见横纹干扰,青年时期的阻碍较多,三十岁之后横纹慢慢消失,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 如果有疑问看视频左上方咨询,左手生命线内侧见亲密关系线,但是关系线也见横纹干扰,流年来看在二十五岁左右恋爱受阻,犯情伤。 左手感情线倒闻也看出这点,脑线尤其身长且大分叉,左右手都是如此,聪明能干,波才多艺,异性原坡价,感情线左右手都见锁链,也说明情路容易不顺,正缘难寻,偏晚婚的格局。 不过事业财运方面倒是不错,财运线左右手都很长,财运不错,事业线也深长,这是右手事业线尾端有减弱的趋势,说明进入婚后,事业心减弱,经济多依赖于另一半,自己回归家庭,相夫教子。 左右手都有元宝文,这是人生的元宝财库,是由事业线,脑线,生命线和财运线共同组合而成。 但是元宝财库由于掌底键开口,财库易漏财,加上财运线还是键断续,财运时好时坏,需补充财库才能化解。 好了,这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如果有疑问看视频左上方咨询。 这里是天阳玄机,您的点赞和关注,是我更新的动力。